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栏目 不知姑娘为何躲在这里 莫非你就是西夏兵正满城搜捕的女贼 女贼 多难听啊 我只是和他们借用了一下某物 没想到的西夏军统领小气得近 竟因此下令关城 怎么 你想去给西夏军通风报信 好领赏吗 这位姑娘 我瞧你外貌秀丽聪慧 谈吐文雅大方 并不像偷鸡摸狗之辈 我倒宁可相信是 是那些西夏兵们自己搞错了 哎哟 瞧你一脸老实笑 倒看不出你的嘴这么甜 你叫什么名字呢 我 我叫做夏侯仪 好个文雅的名字 和你很相称啊 我叫做风铃声 风侯风诀的风 铃铛的铃 声鼓齐鸣的声 看在我年纪大你几岁的份上 你就委屈点叫我风姐姐好了 风铃声 嗯 灵清生润 天月和鸣 风姐姐的名字很是好听 你这坏孩子 从哪儿学了这些讨人欢心的词啊 哦 对了 现在外道的情况如何 街上现在半个人都没有 大家全都躲回家里去了 西夏兵正在挨家挨户地搜查 不知道何时会搜到这里 哎 看来我是在劫难逃喽 你还是赶快离开这里 别要和我牵扯进来 要是让西夏兵撞结了 就麻烦了 可是 这样子也不妥当啊 如果还有其他方法可以离城 我愿意尽力帮忙 你有这份心意我就很高兴了 虽然咱们相识实浅 不过看起来挺投缘的 如果能逃过此劫 将来必会有机会再聚首 可是 谁在那里 糟了 兄弟们 是那个女贼 还有一个小贼 Auch 没关系 几位军爷 东西是我偷的 这位小哥只是凑巧路过 和这件事一点关系都没有 你们就放它走吧 少啰嗦 不管是谁 只要在场通通给我拿下 赫兰统领有命 胆敢拒捕者 一律格杀无论 你们也忒满横 我真的和这件事没关系 像你这种手无腹肌之力的小白脸 还敢跟我们讲道理 哼 我给你一点颜色看 看来你是不会乖乖束手就擒 啊 好痛啊 你们竟然 一弟 啊 我的头好痛 居然胆敢伤无尊体 不知下背 而等万死 已难偿此罪 你还在那里装神弄鬼 想再吃我一刀吗 死吧 你 离火神爵 妖 妖怪 这小子是妖怪 妖 妖术 没想到你这小子竟然 别怕了他 这是咱们的地方 容不得他们嚣张 那你的东西在闪啊 是 是宝物 没想到这个地方 竟然还能有宝物 往后的十字系里 你多加留意吧 好 好 好 冯姐姐,那里有辆马车 里面已满载油粮自重 却不知是要上哪里去 想来这马车刚补给完 马上要出城了 咱们便躲进这马车里 来个暗渡陈仓 兴许能逃出这个是非之地 好 好,刚才他有说马车旁边嘛 我记得他是 这个副本是有蓝度调整的 最困难的那个蓝度归增 叫归增 然后马车旁边会有两个抵达点 那你要走到这个抵达点才能赢 才能赢这一关 我印象中是这样 好,看这宝物是什么 好,十字印 好,这个很重要 好,好,弄意 好,弄意 走回来 下回的補充攻擊也太華麗了吧 OK 好 啊 居na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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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鱔躁 躲進這車ücklich馬車裡 這會不會太冒險了 霍服比林 COM中藏集 有時越是凶險之處卻越是安全 西夏軍在城裡四處搜索 我們不管躲到哪 都會被找到 但他们未必会想到马车里 说得也是 那咱们就赌他一赌吧 定不辱命 咱们就这样躲了吗 眼下只能见机行事 先耐心的等一阵子看看吧 方才在兰州 你竟然使出离火之气 只是 这似乎并非你本来之令 是吗 我也不知道 只记得 那士兵砍伤我的手臂时 忽然有一股不知名的热流涌向全身 心里不自觉地念起了 隐焚巨焰的咒语 这倒奇了 隐气之觉 可不是一时三刻学得起来的 你以前从未学过 天法魔道等咒术吗 剑术倒还学过一些 咒术可是半点没有 说来奇怪 现在我还记得 刚才那火咒的咒言 黄熙诸火 临风化焰 快别念了 你这咒语听来不假 别又烧了起来才好 不过 你这咒语到底是从哪儿学来的 总不会 是在上辈子学的吧 这 我也不知道 有人来了 老张 怎么了 好了 一脸慌慌张张的 统领想到那女贼说不定早已离城 要我们两队人马先到山谷去扎营 以免被对方抢先一步 知道了 我这就解配上路 出城了 封姐姐 我们成功了 论到见识至迹果然还是你高明 以后凡事我都听你的 我原本也只是想读读看 没想到就会这么顺利 不过 兰州城外数十里尽是荒原 咱们不妨就等马车到了山谷 再找机会逃出 好 我们来挑战这个家下之孤 不过 兰州城外 这下 王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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也不是请我 想到的 我们来挑战 也不是做战 知道的 王 王 王 奇怪 西夏兵来这荒山野岭做什么 这其中必有蹊跷 一定 我们先去前面看看 莫非 莫非这里就是秘卷中提到的家下之窟 家下之窟 来人哪 那女贼来了 你们还真敢来啊 统领大人早就命我等 在此守株待兔 就等你们四头罗网 凤姐姐 怎么误打误撞 确实中了他们的奸计 一定 先下手围墙 想逃 今天就让你们有命来没命走 冬姐姐 煽動鏡頭只有一處石門 我們怕是逃不出去了 山洞外他們必定中兵把手 咱們反其道而行 往山洞裡衝殺 說不定還有活路 好換我 這個是光屬性 那打這裡 剛剛好 好強喔蠻強的 劣勢 嗯 好贏了 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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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從之前 大師之前錄的優正幻間錄的影片 跟觀眾的回答 是3 之前有3個石球嘛 石柱的圓球 好 好接下來的劇情是 實動玄機 應該是遇見兵儀的地方 這個很高是不是 位階吧 好挑戰 這門 看來真是特別啊 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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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完蛋 請 好 快 好 好 我曾想把真相告诉你 可是那时你已经呼呼睡着 我就没有把话说完 风姐姐冒大险来到此地 想必这件事对你十分重要 咱们还是先把这里查一查 或许有机关能打开石门 风姐姐快看 这里有一具尸体 这些人是不像本地居民 显然是找到外头的机关闯进来的 咦 他的手上有张羊皮纸 我看看 这是回狐文字 写的是三座皆成一球 但不知其续 这些人是不知其续 则依视之而魂体崩瘡 虽知其物 然时已晚已 好像是要把黑球 放到柱子底上 倘若自虚有物 便得承受毒咒之伤 看来确实如此 想必这人放置错了一次 便急受创而死 这机关真是厉害 至少现在我们知道 这球并非置于此柱 此地共有三柱三球 剩下两个 以二则一 看 黑球就在那边 乙弟 等等 我们只有一半的机会 猜对黑球可放的位置 这太危险了 我看 此事还是作罢 线下西夏军守住了入口 我们只能往里面寻找其他出路 而且 我总觉得这个地方很是熟悉 等等 乙弟 仔细听 好像有动静 封姐姐快退后 我来解决他们 好 这边有讲 行动完毕时 会孵化小车 小蜘蛛 孵化有时 只是求生的本人 当心 小蜘蛛会立即攻击哦 真是甜心的 哪一只蜘蛛 哦这一只是不是 打爆你 轻松 轻轻松松 小蜘蛛 养 就是 这个 、 好 我們接下來是水靜之墊 要見到冰里了 一點都不像是樓蘭的東西 不 簡直不像是人世間應有之物 樓蘭 樓蘭是亡於漢朝時的一個古代西域小國 據說它湮滅的緣由與經過非比尋常 因此 我一直在尋找有關此事的蛛絲馬跡 根據我從西夏統領處偷聽到的言語 這裡的一切應該與古樓蘭城有關才對 可這究竟是 風姐姐 西夏兵不知何時會來 我們得找他出路逃離此地才行 快看 這裡有扇門 這門上的日月圖形好像就是開門的枢紐 奇怪啊 怎麼卡住了 這齒輪縫隙裡積累許多灰塵雜物 所以一時轉動不順 我這裡有關蘇柔 兴許有用 我這裡有關蘇柔 兴許有用 這裡好像是最深處了 不過景色依然和前面的一樣奇鬼 不止如此 我們好像還找到了此地的主人 你瞧 你瞧 天由詞 不漸 我會找到此地的主人 你們看見 你瞧她的白发配上白瓷般细白的肌肤 看来就像一尊象牙细雕的人偶 也难怪我乍见之下 还以为那是一尊雕像呢 嗯 她的确是很漂亮 不过 她若在此沉睡了这么久 想必不是凡人之数 咱们 咱们还是别惊扰她的好 是啊 咱们只是要找个逃生的出路 就在这四周看看 别惊扰到她便是 啊 这怪地方果然有秘密 那张秘卷和楼兰一定有关系 哦 你 是被我盗作秘卷的那个西夏统领 大胆女贼 俺有名有姓 叫做贺兰铁汉 乃是大夏国铁卫军统领 兼任殿前阵卫将军 你且好好记住了 哼 原来你就是那个恶名远播的铁卫军统领 你的西夏铁卫军贪脸横暴 鱼肉百姓 在宋夏边陲两地赫赫有名 这想必都是出于贺兰将军的领导友方吧 至于你的秘卷吗 我不过是进来看看 你们就喊打喊杀封锁城池 真是小气 好个伶牙利齿的女贼 等你们进了宿州的铁牢 有你们的好果子吃 不过你们开启了前面两道机关 倒替俺省了不少工夫 这个黄毛小子 就是那个会使焚火妖术的小鬼 我倒想见识见识 你有多少斤两 几招 贺兰将军 若你定要以多释强的话 就不妨来试试看 兰州那些士兵 就是你的下场 休得无礼 你没事吧 好奇异的感觉 像是很遥远而陌生 却又不能再熟悉的感觉 而对于他这一生问候 却像是非回答些什么不可 我该怎么回答他才好 这些人是谁 他们 他们要害你吗 这鬼里鬼气的婆娘是 胆敢插手此事 就一并杀了 给我上 我该把我给你 还想出现 我可以 这种地方 队上 你 就 你 我还想出现 我还想出现 兒等果然是敵人 既然如此 那便殺無射 少啰嗦,收拾吧 走 往右邊走 走 走 這裡好了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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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담威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中国路线上在栏目下 不认识 可是她望着你的样子太不寻常 她的眼神里满是依恋和思慕之情 就像是终于找到分散多年的情人一般 这到底是怎么回事 这 这我可是半点都不懂 风姐姐 你是怎么看出来的 别忘了我是个女子 自然看得出女儿家的心思 既然如此 你不妨将错就错 就承认自己是她要找的人 然后我们先带她离开此地 以后再慢慢做打算 这 这岂不是在撒谎骗她 有你在她身边能让她安下心来 而在她的记忆恢复之前 我们也方便照顾她 算是报答她帮我们打赢这一仗的恩德 这吧 嗯 姑娘 或许 或许 或许我自己也忘了 但如果 我们之间曾有过什么 我想 我想加以时日 我们总会慢慢想起来的 你终于记起我的事情了 冰 离 冰 离 宾离 这是我的名字 嗯 我 我记起来了 宾离 在很久很久以前 你的确是这样子叫我的 此刻风声鹤唳 还是先找个地方避一避 随便找个商旅繁多 人际混杂的城镇 在客栈里闭上几天风头便是 那 宾离 你愿意先和我们一起离开吗 当然啊 你应该知道 我一直都是跟着你的 不论你到哪里 我都会在你的身边